關鍵時刻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趨勢四點零 我是趙婷玉 首先帶您看到 聯發科跟高通的新品發表會 已經相繼登場 除了比產品本身的規格之外 明年的營運跟決策佈局都不盡相同 包含5G手機市場 新科技跟筆電等 將是未來重要的觀察重點 各大廠陸續發表其建款晶片 19日 聯發科率先對手高通 發表5G晶片天璣9000 高通也預計在11月30日 到12月2日舉行的年度高通 驍龍技術崩會上發表年度 旗艦款行動處理器 董事長蔡明介表示 低功耗是聯發科的核心技術 未來10年都會領先 第三代半導體是針對這個大部分是高高功耗 不會進入這個行業 這個第三代 因為這個專業第三代 其實它就是一個化合物半導體這樣而已 蔡明介展現聯發科在地功耗的企圖星 最新發表的5G晶片天璣9000 是全球首款台積電4奈米量產的晶片 採用新一代ARM V9架構CPU 時脈達3.05GHz 跑分軟體測試超過100萬分 超越高通S888 Plus旗艦處理器 搭載天璣9000的手機 預計在明年第一季亮相 根據外媒報導 高通新一代旗艦行動處理器 將採用三星4奈米製程打造 代號是SM8450 正式面名可能會是骁龍8G1 預計在明年第一季 會陸續看到相關的爭端產品問世 新唐雅特電視陳輝摩李晶晶 台灣特別報導 好 半導體業界近年摩爾定律發展 也誕生了一直整合重要顯學 台積電高層指出呢 台積電經過多年的耕耘 現在已經進入商業化開花結果 能為半導體產業提供更多價值 那麼他也直言了成本跟製程精準度的控制呢 是兩大挑戰 三米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邀請業界探討新顯學 一直整合技術 由於電晶體數量畢竟有限 一片晶片不可能包下所有功能 也因此將不同晶片不同元件 整合在同樣體積空間 成為延伸摩爾定律重要方向 台積電一直整合平臺商業化成效開花結果 邁入下一階段 台積電方面切入一直整合開發旗下的 SOIC 2.5D先進封裝技術 台積電認為一直整合挑戰 來自成本控制 精準製程控制兩個面向 以至於說我們每一代 我們的Bundant density 可以增加兩倍 更緊密的耗能的表現 以及在同樣的體積裡面 我們可以加入更多的抑制的功能 這是我們的road map 瑞光俠下封裝解決方案 從最傳統型的丁架型 求證列 附近封裝發展到先進的擅出型封裝 2.5D整合甚至3D IC解決方案 業界大佬共識一直整合的多樣性 讓半導體供應鏈都有發展的空間 也不會互相打架 它可以是從晶片這邊發展 也可以是從封裝這邊發展 甚至它可以結合了 本來大家已經熟知的系統 解決方案 系統去做整合的這樣的解決方案 去做的技術 那這裡就讓整個供應鏈 整個supply chain 其實每一個人他都有發揮的空間 這個沒有互相干擾 沒有互相真正的 沒有互相真正的競爭 可是各自都可以為半導體能夠提供 新的這個value 半導體製程從微米走向奈米 除了前端先進製程推進 後端的封裝領域也正快速突破 新台電視沈文童 臺灣台北綜合報導 台積電海外佈局受阻 日媒報導 台積電雄本廠的建廠時間表 跟其他廠商的新工廠計劃互相重疊 加上新變種病毒 Omicron入侵日本當地進行鎖鍋 儼然成為台積電的一大考驗 碰上多家大廠都在找人才 日媒指出台積電正困擾 日本缺工問題 再加上新變種病毒Omicron 日本進行鎖鍋 台積電跟Sony在雄本縣 新建半導體工廠的計劃 似乎遇上大難題 台積電預計雇用1500名以上的員工 不過建廠時間表 跟Net快閃記憶體廠 K-S和D-Rand廠美光等業者的 新廠計劃相互重疊 恐將掀起搶人才大戰 日媒指出 在11月後半時 台積電曾憂心向Sony等 相關夥伴詢問 新工廠的人才確保沒有問題吧 不過Sony除了自家雄本工廠之外 相關人士指出 剛蓋好的新廠房 長期工廠也面臨人力短缺問題 外界猜測台積電或許將模擬 美國亞利桑那州一開始建廠的模式 從台灣派遣數百名技術人員前往支援 因應新變種病毒Omicron 日本啟動鎖國政策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 一旦時間拉長 台積電的計劃是否會受到影響 當地的人力是否能確保 漸然成為台積電跟Sony建廠的一大考驗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玉堂 趙婷玉整理報導 我們再關心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呼籲國會 儘速通過扶植美國半導體製造的晶片法案 另外英特爾執行長 基辛格週三對外媒表示 美國應該更多投資 在美國的晶片製造商 而不是他們的亞洲競爭對手 如台積電跟三星電子 對此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回應表示 台積電不重商同業 他說 台積電美國廠仍按計畫進行中 而且非常好 不值得回應 不值得回應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態度低調 卻也忍不住發聲 因為日前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 公開批評亞洲公司 不應該拿美國政府補助 更說台灣不是穩定的地方 業界大佬當然是難以接受 TSMC是不會重商同業 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我們美國市場計畫 目前還是按照進度 按照進度 非常好 現在全世界Omicron 都是有暫時的一些困擾 但我們會盡量按照我們原來計畫進行 產業界同樣力挺台積電 尤其台美關係前所未有 預料爭議依舊能夠化解 如果是US-based 對US的半導體是很不利的 所以我相信美國半導體的同業 會做出最好的決定 主要還是供需的問題 如果美國認為是他的盟友 要幫他忙 他應該可以找出 對的法律跟理由支持 今年半導體產業產值 首度將突破四兆新台幣 但先是晶片荒 又有變種病毒Omicron攪局 不過台灣供應鏈 已經練舊一身本勢 現在還看不出來吧 當然一定有影響了 不過現在已經跑幾次了 所以大家調整也蠻快的 明年應該是樂觀 我認為台灣半導體 在現在黃金時代 是有非常高的價值 台灣不只是有護國神山 還有護國群山 半導體的華山論件 除了台積電 還有聯發科 望紅 瑞光 等企業界代表齊聚 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 都象徵業界進入崭新黃金年代 新台機制高建倫沈為彤 台灣台北報導 好 接下來帶您看到 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短播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出席 李國鼎紀念論壇 針對台灣半導體世紀新布局 以半導體產業的 下一個十年發表演說 他認為地緣政治緊張難一時 台灣半導體產業 將引領下個十年的發展 半導體風色龍頭日月光 投控宣布以14.6億美元的價格 將四座中國晶圓廠 出售給北京智路資本 日月光渴望獲得6.3億美元 約新台幣175億元 將用於擴大台灣先進風測佈局 雖然各大筆電處理器業者 2021年指出 在手的處理器晶片算是充足 缺料部分多版式網路 音訊和電源管理晶片等 但2022年筆電處理器的供貨狀況 可能會比2021年更加吃緊 滴滴全球3號發布新聞稿宣布 董事會以授權支持公司採取必要程序 申請ADS從紐約證交所下市 並確保ADS能依照股東意願 轉換為滴滴出行在其他國際知名證券交易所掛牌 新唐人亞特電視整理報導 看好數位醫療後世臺灣醫療科技展本週精彩登場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臺灣醫療科技展本週登場 串聯醫療電子自通訊跟科技廠商跨界合作 超過了800家國內外廠商參展 那麼疫情加速了數位轉型聚焦醫療科技結合應用 各家業者也提出了跨域解決方案 強攻疫後商機 未拆封的疫苗瓶和空針筒分別放入裝置 選擇疫苗種類後 機器手臂就會自動分裝 面板大廠群創吸手奇美醫院 共同研發智能疫苗劑量分裝機 減少疫苗分剂人工作業 群創也與成大醫學院合作 把即時的斷層掃描 透過軟體整合系統 轉換成裸眼3D畫面 提供醫師數前評估 展現成3D影像 再用特殊的Display 把它做到你不暈眩的顯示器 隨著明年新產品RAM UP上來 我們期待明年假如在沒有太多的疫情的衝擊 或物流的衝擊之後 經濟可以逐步復甦 疫情會推動很多各行各業的數位化轉型 單純醫療或者是工商的面 專業面板的需求 或者是像今天我們展示 需要方案整合的需求 其實都非常的強勁 面板大廠有達子公司達琴 化育整合端出解決方案 搭載獨家ART先進抗反光技術的顯示器 讓醫護人員在不同光源下 也能判讀放射影像 或是結合數位病理系統 呈現病理切片真實色彩及特徵 加世達也搶工藝後商機 以元宇宙虛實整合概念 推出智慧藥局 民眾能線上購物 也有視訊服務 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不只在科技 半導體很強 我們在醫療也很強 醫療叫科技結合起來 我認為會再下一個 我們不講說 不是說什麼護國神山 應該說護國青山 這整個醫療會結合起來 應該是讓全世界想到醫療會想到台灣 大家一起共同在這樣的一個平台上 發揮這樣子我們自己的一個研發的實力 這樣的技術 我覺得我們這個台灣 我們可以要更加發揚光大 對 那把這個福報再回饋給全世界 疫情加速數位轉型 聚焦醫療科技結合應用 台灣廢棄處理設備製造大廠 基於30年處理半導體廢棄經驗 跨領域投入醫療設備 與工業院共同開發獨家技術的空氣清淨機 還能搭配負壓裁檢屏或負壓插管罩 今年展覽超過800家國內外企業參展 規模創新高 也看見台灣醫療科技的充沛能量 新唐亞太電視陳惠摩 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好 疫情持續延燒 讓數位醫療跟遠距醫療等多項創新應用 賣入市場 在今年的台灣醫療科技展上 美商英特爾宣布攜手台灣宣測會 加入智慧醫療市場戰局 也跟台灣知名大廠聯手打造數位病理 平臺解決方案 三 二 一 請啟動 2021年台灣醫療科技展正式揭幕 多家知名醫療院所代表 同同蔡英文都親自出席力挺 疫情未止的當下 台灣舉辦實體展 超過六百五十家業者參與 就是看好醫療與科技產業結合的大趨勢 今年美國科技巨頭 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跨海送上祝福 更拋磚引玉 與台灣深測會簽署策略 合作意向書 外商提供軟硬體開發資源 除了加速台灣與國際合作 代表半導體搭廠 加入智慧醫療市場重要企圖心 現在精準醫療未來五年產值 上看十二兆新台幣 外商看好5G IoT都讓台灣成為 發展數位醫療 精準醫療的最佳平台 儘管現在商業模式還在懵懂階段 科技大廠是積極投入 高雄榮總微創醫學科技 英特爾三方也宣布一同打造 OWL數位病理平台 加速數位影像AI判斷流程 生意產業大併龐大 台灣ICT業者也正加速跨越整合 新台幣直建立審慧同 台灣台北報導 接下來帶你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台灣和修一同 短一日 regener板 餓 靠絲 靠心 靠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关心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在一封内部的信件中说 火箭引擎有严重生产问题 可能导致公司破产风险 那么消息是冲击台股低轨道卫星相关个股同步下挫 不过马斯克之后又推文说 引擎问题正得到改善 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严重衰退 破产不是不可能 太空新闻网站报道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猛禽引擎的生产危机加剧 如果明年新建火箭达不到 至少两周发射一次的飞行率 SpaceX将面临真正的破产风险 SpaceX正在开发的 下一代大型火箭星舰是SpaceX的核心业务 包括NASA的新登月计划 阿特米斯以及第二代星链卫星 都必须依赖星舰载运进入轨道 每个新建火箭需要39个猛型引擎 因此确保引擎顺利生产至关重要 CNBC报道 SpaceX推进系统主管离职的主因 就是猛型引擎生产遭遇瓶颈 马斯克在信中说 在资深管理团队离职后 发现情况比先前报告的还要严重 因此马斯克取消感恩节修价 以解决引擎问题 并期望员工也能这么做 受此消息冲击 台股低轨道卫星概念股股价全倒 包括金宝 铜心电 元金 士兴科 申达科 康书等都同步下跌 不过马斯克事后回复网友询问表示 引擎问题正得到改善 不久又再次推文说 如果全球经济严重衰退 造成资本可取得性与流动性枯竭 同时SpaceX在新列级新建亏损数十亿 那么破产虽然人事不太可能 但也并非不可能 新唐亚太电视 叶恩杰编译 好 电动机车市场近期很热闹 10月份政府利多政策出台 加上消费旺季 挂牌数量也大幅增加 不过呢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业界龙头Gogoro 国内光阳也以黑马姿态 快速抢占市场 一号正式宣布 电动机车全车系上市 明年预估产业还会快速成长 前后LED号制轻巧车身 就是要方便都会去通行 机车龙头旗下电动车品牌 全车系一次排开 年底前还有免费换电 新车五万有找 明年目标销售一万五千台 可以说不让竞争对手独占市场 S6的这一款推出以后 我们是以全能座驾的形态 定位这一台车 那当然在十月份以后 我们的IONX 3.0 就今年为止的 已经发表的全系列车款 就会全部上市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传艇会应该是到位了 那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希望到十二月份 我们能够上看一千台 我们希望 全年度希望能够突破三千台 十月开始疫情趋缓 加上五倍劝刺激电动机车销量大爆发 十月挂牌数量年成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七 燃油车销量则是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四 Gogoro为首的PBGM联盟 虽然还是第一宝座 拿下至少百分之十机车市占 不过光阳旗下IONX 十月挂牌数量大幅增加了百分之两百六十四 市占直逼第二名的洪家藤 明年更有望坐二望一 其实我们在看整个产业跟市场 我们认为电动机车 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相信政府的政策一定是在往绿能 或者是环保这方面来去前进 业者表示各国推动碳中和政策 看好明年政策补助电动机车再加码 光阳目前换电站数量709站 年底前一千站有望提前达标 一口气上市四款电动车 用充换电并行策略大抢市战略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导 打造数据库鉴定来源 沉水田为台湾牛张之处处震生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收集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台湾原生牛张目是国宝级保育树种 但仍有不肖业者呢 倒采运送到中国繁殖 中国更宣称牛张之是属于中国的台湾国宝牛张之协会理事长陈水田认为 有义务为台湾牛张目震生 借由公司技术为牛张目鉴定 打造专属的数据库 把牛张真的是台湾的正本经验 把它讲给全世界知道 台湾国宝牛张之协会理事长陈水田表示 牛张术是台湾特有原始种 不过中国宣称牛张之是中国的 他举例2016年受邀参加中国不见牛张之研究所 举办的世界中草药联合会议 主办方就把牛张列为中国牛张 陈水田认为有义务为台湾牛张目震生 陈水田利用牛张之同位素含量比率 判别生长地 运用先进分析技术 进行产品成分及塞种基材鉴定 台湾牛张之产值曾高达新台币30亿元 但2013年的牛张之有毒事件 尽管有关单位出面澄清 也挽回不了对产业的重创 陈水田表示 协会在风波后成立并每年办研讨会 共同探讨台湾牛张发展走向 要让牛张之花扬光大 还是要做新药开花 因为你一个新药开花做出来的技术 你可以有20年的专利 另外一个想法说 这个牛张既然是木头 然后有那么漂亮的彩色颜色 是不是可以往文创的方向来做这个展览 2014年8月 举办首次牛张之艺术展 获得广大回响 2019年扩大举办牛张之文化节 展现牛张之软实力 台湾业者研发脚步也不曾停歇 把牛张菇萃取成粉状 做互方基底 或是将牛张木萃取精油 开发多元产品 也有业者投入抗疫口服药的研究开发 陈水田也不忘企业社会责任 帮助罕见疾病病友 因为牛张是台湾特有的 不是有钱人才可以吃得到的 在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希望说比如说老人年轻 他就吃得起 有需求的人可以提供给他 经协会与产官学研多年努力 台湾牛张之产业有步苏迹象 要牺手前进 破展国际市场 好 带您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12月7号 澳洲央行公布历利决议 12月7号 欧元区公布GDP 12月8号 日本公布GDP 12月8号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州 开幕典礼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四点零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